看到国道车流预估呢在下午两点以后会增多啊 千万不要在上面飙车哦 今天恐怕也飙不动了 如果再塞起来的话 但是呢在98年5月曾经有9台的高级轿车 在国道上面以每一台超过180的时速在飙车啊 那么后来呢造成了连环追撞 虽然车主呢都口径一致都说没有飙车没有飙车 但是调查之后呢全部被依照了违反公共危险罪 判处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改装车相约国道飙车动辄一两百公里时速高速狂飙 俱乐部成员改完车相约集结上国道试急速 结果意外发生了 各式跑车在高速冲撞下成了一堆废铁 这起发生在98年5月份的严重追撞事故 这辆改装跑车在国道六号上飙车 疑似是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擦撞前方这辆无辜小货车 结果造成连环追撞 九名驾驶全被法官以公共危险罪判刑六个月 我们出来大概两三步而已 我们不会太多因为太危险 不会试车速 试车速不会 只有安全急速 12步高级跑车事发后被拖回警局 一次排开有保时捷奥迪总价值超过2000万 虽然驾驶变称未超速 但仔细看肇事车辆的时速表撞车后仪表板指针停在180公里的位置 代表刹车前的速度突破200公里 虽然这起国道飙车事故只有造成三人轻伤 没有人送命 但法官认为动辄一两百公里以上的时速在国道飙车 已足以影响公众安全 全判处六个月徒刑 判例相当罕见 中天新闻台中综合报